好来看两岸宗角交流 台湾灵鹫山在前年从浙江浦陀山迎来毗卢观音 在月底则是要将台湾的多罗观音送往浙江浦陀山安凤 将近400人的朝圣团到时候也将一同随行 公营闭关21天 送至大悲咒多达百万次的多罗观音出关 信众诚心注送就连前副总统肖万长 还有来自浙江浦陀山的代表也一同出席 要让灵鹫能够连虎头让观音能够细两岸 这是我们两岸佛教界的一件大事 一件新事一件习事 必将载入史册激励后坤 旷海安凤多罗观音台湾也将有近400人的朝圣团一同前往 不只是两岸宗教交流 更希望借由宗教的力量替地球祈福 大悲就是一个大悲心 大悲心就是光怀爱护一切众生 地球暖化让全球天灾不断 宗教团体透过愿力 希望让社会充满善的力量 周天新闻 红视闻吴嘉文新北市报道 人都平安